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一個視頻 讓我們看一下第一局的路線吧 這個毫無疑問選賈許龐德 你也只能選賈許龐德 真機首亮了 因為我們這個樓下那個門在開了 總之反正沒有殺慢刀說凋血了他還是要盾 是不是 沒有距離,他只能去砍這個珠穆 好像有這個蔡文基的一個毒條 我們把連弩拿來,因為這連弩我們自己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讓別人拿 請收下我的膝蓋 因為這種掛藤甲托管的玩家 我們要刻,就時刻關注這種玩家 該給他拖一下藤甲就拖一下藤甲 這個五號位好像是有隊友的 所以他才能打得這麼崩放 我們是想拖著他藤甲,因為他殺不到我們 就這種能觸發技能,肯定是要觸發一下技能 這台詞嘛 要不然的話,你這技能是擺設啊 是不是 我的這個珠蓉離線了 他選擇拖這個武器 因為這個武器對真機是比較傷的 他選擇拖武器 我如果是我,我會拖藤甲 當然我如果是真機這個視角 我肯定也是拖武器 只是剛才因為他打不到我 那我要拖藤甲 這位玩家他選擇開個萬劍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一致四方 蔡文基出來了 因為有遠交是吧 閃爭燈愛 盡量關了吧 我們感覺自己駕馭不了這個蓮奴 所以把這個九留著 南蛮留著 索性殺留著 那這個玩家好像是個群雄 兩個群雄呢 他還選擇去 殺這個 有得良田在 等愛 挫傷光虎鬥 罷了罷了 這個南蛮我們是一定要開的 因為我們開了之後 十分上槍 至少要求兩個桃子 因為 朱鎔掉血了 朱鎔掉血了 他會不開嗎 他肯定也要五腦開啊 他要回血啊 是不是 我們既然已經打了十分上槍了 一定要把他打死 要不然的話 他肯定是在報復我們 然後我們剛才注意到一個細節 就是幼化尉 開run的時候沒有出殺 我們開南蛮的時候 他出殺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人真的是個群雄 真景是個群雄 這其實可能 我們看路線的時候是看的 是相當明白的 但是 呃 不知道他們 就是在玩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玩的時候 呃 看的不明白 反正我是挺明白的 大概率吧 大概率吧 也不能說百分百 反正我是說大概率是 是挺重吧 這樣的 九雷沙 雷沙 雷沙是我們這邊自己的 我們知道的 開始 格子 那 看 他 純潔 中 能夠 留一口酒吧,注意一下花色,因為這個吕門他是對花色是驕傲在乎的 然後注意一下點數 三合二位很低調 也很低調 誒,這就高調了 有貨呀 有貨呀,真的是有貨,而且也掛在先驅 誒,踢到鋼板上了 因為這邊有恐龍,所以這個八合尾肯定是飛位 但是他是不是群雄,我覺得只能說偏群 但是也不一定是群雄 然後這個恐龍畫朵真的是打的是比較臭的 因為 黑桃他可以過牌,然後可以拆了一點 黑桃殺 然後這個黑桃殺,他因為他是恐龍,他可以里拉出去 知道吧 知道吧 那八號位要是你隊友,你里拉他肯定不虧啊 他會幫你去殺五號位 就殺這個 殺這個鋼鐵,他如果 嗯 嗯 是飛群嘛,你給他一張殺 也不會拉到他的仇恨 是不是 他給你打五血了,你沒給他排 其實每個人心裡嘛 總會有那麼一丟丟的 那種 李典是看過四號位的 李典是看過四號位的 我們是記住,李典是看過四號位的 然後四號位就殺了李典 那他到底是不是 非位呢 也難說,因為李典已經是個死人了 你殺一個死人,其實不跳十分 你這個屬於一個神 神旺希爾 這把 報告殺敵 隨時無人 那我們拿個賞 不要他這個武器 是你這比 七號位看了三號位 那這個八號位就明擺的是個群熊了 他不是個群熊,我都不相信了 我給你喝 這場上其實這個 紅殺這個真的是有點手快了 肯定是 或者我們是不是想的要反手這個 巴陀的一個 處理 你這八號位 真的其實我覺得這鳥 沒必要去打這個一七排啊 因為這個八號位 打的是太明啊,你知道吧 肯定更明的 居然真的是個神手位 沒開南馬,沒開桃園 嚇的馬啊,嚇的藤甲啊 嚇的是明明白白 嚇死了 這個盤的氣不過 那我們先忍一下吧 所以還有兩個按鍵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局勢 你能量量入門嗎 而且這個八號位和六號位 都已經放棄了 應該是八號位放棄了 那這個 群熊他是有連弩的 那群熊有連弩 那肯定是要出殺的 肯定是要殺這個孔熊 出他救了 救了只能說明他非位 不代表他是 是口群熊 這根本就是純粹是打亂了 好多桃子啊 我們手上是三個桃子 因為手上牌桃子太多了 所以這個 鷹鷹魚是不捨得用的 肯定是多留牌的 然後這邊這個群熊死馬 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雙傳 雙傳是很缺牌的 然後你這個群熊死馬 這個牌殺能力 非常非常神奇 不管你拼贏了拼輸了 你都是很虧的 他可以賣血 他可以用那個司馬給你噴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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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要讓我過一下牌 但是我可能當然是想著殺就殺了吧 反正你肯定是要殺的 這邊一個國家 這邊一個群熊 你肯定都是要殺的 你跟他耗嘛 你跟他耗嘛 你跟他耗齊也耗不耐齊啊 這裡他驅不了我虎人 或者說只能驅這個隊友啦 死一必為生死之戰 萬不得怠慢 且慢 我們待會只能強行跟他睡一下覺 我把牌留住 把牌留住 把牌留住 這名國家如果有殺的話 是肯定是要殺死人 因為殺死人就可以給自己 創造一個 撿命的空間 就給這個 不是 屈虎的空間 應該怎麼 來兩個裝備了 那我們可能要起飛了 殺 殺 殺 再殺 這裡其實剛才牌太多了 我感覺自己打擊了 因為你 可能是覺得自己手上花色的東西都應該是騎的 所以 所以你就直接火攻他了 然後這邊的話 又打得很彈 因為 你可以給他一個裝備 就給他一個加音馬 你知道吧 但是也有可能他這麼多牌 他是有 就是這個這個區域 他自己是 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這邊是說 不想要讓他 就不想讓自己的一個裝備比較空虛 因為萬一什麼時候這個 這個孫全死了 我們跟他進敖戰了 我們身裝的 打一個賣血流 是比較有優勢的 突然之境 真的 真的 順我們 桃園 然後這邊又 又卡了一下 這個真的是卡 因為我們這邊是可以給這個 孫全摩一個武器的 然後他因為沒有天過 所以他就出牆了 所以這把我感覺 其實失誤挺多的 我自己失誤 挺多了吧 這裡 然後本期這個視頻嘛 就到這裡了 最後就謝謝大家